所以生活越简单越朴实越好 心地清净 饮食简单朴实 健康长寿 我们希望得健康长寿 一定要懂得修学的方法 怎样过生活 这个生活是健康长寿的生活 淡泊名利非常重要 仰亲近心 如果 这是经上说的 如果在一切处 行住作物 纯以执行 日常生活当中 不论在什么时候 不论在什么地方 总是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 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不懂道场 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真正的净土 心近在途径 净土在哪里 真正的净土是在心里头 你现在就去净土 将来 学报之时 一定往生 弥陀净土 净土跟净土 感应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